- 下天真是太热闹了 - 这边排队我估计都要排一个差不多半小时一个小时以上才能买到这个上山观光的票哈 我建议大家给大家一个小诀窍啊 - 如果你只是买观光票的话可以在这个里面买 - 这里面就会排队就会少了很多 - 当然如果说你是买这个downhill票的话 - 我建议你要么早点来 - 要么就是不要尽量避免周末 - 否则的话你真的你排到队办好票至少一个小时至少一个半小时吧 - 可能很多人看标题哈 - 我觉得坑丁啊讲的是这个单车方面的问题哈 - 我们没有讲这个滑雪板哈 - 别着急啊我马上就开始讲滑雪板了哈 - 这个当季买东西啊都是土豪干的事情哈 - 这个当季买东西呢一没有打折 - 二这个量也少哈 - 像我都是在这个错开这个季节买东西的 - 像我这个夏天不会买单车方面的东西 - 然后呢这个冬天不会买滑雪方面的东西 -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继续来介绍一下 - 这个错开这个季节 - 到底能买到什么样一个价格的东西 -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wisland - 这个wisland真的无论夏天冬天都非常热闹哈 - 所以说我对这边能买到多少便宜的东西抱有非常怀疑的态度的哈 - 首先一进门啊也可以看到他们主推的还是一些这个夏天用的一些东西哈 - 不过可能是去年去年款 - 再来看一下价格 - 价格呢还是15块钱 - 比这个原价22块钱稍微打了一点 - 但是十几块钱一件全棉的机具还不至于那么诱人 - 直奔我们这个单板专区哈 - 看看到底有多少 - 还行啊 - 我是up to - 记住 - 因为up to就是说 - 估计只有几块板是这个打6折的 - 首先来看一下我去年很想买这个Malavita的这个Biting哈 - 刚刚问一下价格还是可以的 - 像这一款这个我非常看重的这个now - 现在卖209 - 我觉得价格还是相当诱人的 - 看我有点冲动啊 - 这个呢 - 这个所有的Berton也是这个40%就是打6折 - 像这样一款这个Ganillo的314的价格 - 应该是打6对折了 - 还是相当不错的 - 这个Liptec的Smith9 - 放在价格 - 669 价格 - 打折倒到400厘米 - 还是很不错的 - 不过我翻了半天啊 - 只找到一块崇斯的板 - 看 - 这一块也是一个大炮板 - 看它咋的折 - 差不多也是一个6折吧 - 339的一架 - 仔细看了一下 - 原来这个是一个test - 就是说是demo的板 - 就是说以前是用来给人家试板 - 所以说比较便宜 - 我就说嘛 - 这边怎么可能崇斯卖这么便宜 - 同样是去年款哈 - 这个单车方面的装备 - 就打折就力度比较小 - 原价139 - 现在84呢 - 还 - 看这款就有点吓人了哈 - 五百多的原价 - 然后sell - 这么老的都 - 还要437 - 所以说呢这个滑雪装备也一样哈 - 别看现在是打这个对折哈 - 到了冬天的话 - 它可能只打10%或者20%off - 错开这个季节的时候一定要赶紧多买点东西 - 看这边没人啊 - 总结一下哈 - 刚才我在那个showcase这家最大的这个卖单版品的店里面哈 - 我觉得它打折力度还是相当不错的 - 像如果是全新的版的话 - 它是打一个六折 - 然后所有的版哈 - 然后呢如果说是不是全新的版的话 - 就是说是那种demo的版的话 - 它是打到一个对折这样子 - 店员也介绍了 - 如果说到当季的话 - 它们这个有一样的版 - 现在打对折的话 - 学期开始的时候是只打到一个temper set off -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买的话 - 还是相当相当划算的 - 这个版虽然说这一家可能走量 - 量走得更大一些 - 但是我看了一圈哈 - 穷斯的版男士的一款都没有 - 也就是说它卖的特别好 - 然后呢基本上都是这些Burton啊 - 或者是这个Gnu啊 - 或者Liptec啊 - 这些产量比较高的版 - 所以说你要买一些就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 或者是你非常看重 - 就是大家都推荐了一款版的话 - 可能这个季节找不到 - 太不成性了 - 居然才打个七五折 - 哇靠 - 所以可见这个当季买东西 - 是多么的不便宜 - 相比这个全棉T恤啊 - 看看 - 就这一个帮人家这个卖体育用品商店做广告的衣服 - 居然敢卖九十九 - 然后还只打个七五折 - 土豪随意哈 - 这也是这个 - 像我们这种普通人的话 - 还是 - 还是尽量不要再当季买这些衣服 - 基本上一个店看过去也就这么几块 - 少数几块烦 - 看来大公司就是大公司 - 看看这个价格 - 这打得也太不星辰了 - 六四百六十的价格 - 才打三百万 - 看看卡拉加里同样一块板 - 打这个六折 - 这里你看才打这个多少 - 才打个二十吧 - 太少太少了 - 太帅了这碳纤维的 - 千块钱 - 梦想了梦想了 - 努力把少年 - 相比刚刚逛了一家Como - 这一家Can Ski - 威斯特旗下的这个企业 - 这个打折力度就更小了 - 它也不想卖出去 - 我觉得 - 冬天反正都有土豪过来买单 - 看Ski呢 - 我觉得还是在网上看一看 - 这边太贵了实在 - 这边太贵了实在 - 一百三十九 - 还可以啊 - 这边呢 - 还是比较喜欢Petagonia的衣服的 - 我觉得相比这个十足鸟的话 - 它更有温度一些 - 然后呢相比这个哥伦比亚东西 - 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 - 对 - 它有很多那种就是格子呢 - 或者是看着就很舒服的那种衣服 - 相比于衣服 - 实际上它就是走这种冷酷酷炫风格的 - 其实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 我看挺多日本人也很喜欢这个Pentagonia - 这个Pentagonia - 你看这些蚂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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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蚂 - 看着我的视角 - 看着我的视角 - recepink LINDA